瓦尼莎被报新恋情 和神秘男子共度情人节 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刚刚结束的情人节中 科比妻子瓦尼莎也晒出自己的最新动态 这也引起了媒体的热议 图片中的瓦尼莎陪着女儿游玩 一家人其乐融融 但是一个光头男的出现让人猜疑 媒体也列出以下三个一点 第三 据网友侦查透露 瓦尼莎和光头男戴的眼镜属于同一品牌 竟然还是情侣款 这难道是已经默认恋情吗 第二 在情人节这个特殊的节日 小船上摆满了别人送的鲜花 本来是一家人的私人时光 而光头男既不是家人 又不是好友 她的加入无疑说明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第三 照片中的光头男抱着科比小女儿踏步 而小公主没有丝毫陌生的表现 或许私底下已经见过很多次 虽然瓦尼莎有选择另一半的权利 但网友纷纷吐槽她的眼光 这个光头男既不是NBA球星 也不是美国精英人士 和科比差得不止一点点 到底有什么特长吸引了瓦尼莎 目前这桩恋情还有待后续确认 光头男的身份也是非常神秘 自从科比意外去世后 瓦尼莎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 生活中也没有任何绯闻 无论未来如何选择 我觉得都应该尊重瓦尼莎 或许下半生能够幸福开心 也正是科比所希望的